大家好,为什么饭店做的炒油菜脆绿入味,还不出水? 原来这里是有技巧的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它的详细做法。 咱们先处理一下油菜,先把根部去掉,这样油菜就散开了。 接下来在清水里面加上一勺盐,这样可以使油菜洗得更加的干净。 清洗过后,将油菜控干水分,这个油菜呢,根部比较宽,不便于入口,所以咱们给它中间一分为二。 长得比较细的,就不用切了,接下来把油菜帮和油菜叶用刀分开,分别放入两个盘子中。 准备一点小料,大葱少许,先切成丝,然后切成葱花。 切好后,装入碗中带用。 生姜少许,切成片,再切成丝,最后切成末。 切好和葱花放在一起。 这道菜呢,咱们要突出它的蒜香味,所以呢,多了一些大蒜。 先将大蒜拍扁。 然后再将大蒜切成细细的末。 切得细一些,便于成熟和入味。 全部切好,装入碗中。 接下来,调一个料汁,方便待会儿的操作。 碗里面加入一勺生抽,一小勺蚝油,提鲜。 适量盐。 再来适量淀粉水。 用勺子,给它搅拌均匀。 感觉颜色和味道还差一些,再来一些酱油,调色。 像这样,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,锅中来少许食用油。 油热后,先把油菜的丹,加入锅中。 先给油菜丹,炒至断生。 炒好后,下入油菜叶。 翻炒片刻。 给油菜叶炒软。 这样呢,油菜的成熟度就会一致了。 炒好后,装入盘中带用。 接下来,锅里面来一勺猪油。 给猪油熬化。 烧热后,下入葱姜。 给葱姜炒香。 炒香后,下入调好的料汁。 把料汁熬至片刻,熬至粘稠。 接下来,下入炒好的油菜。 这个时候呢,开始不停地翻炒。 让主料上都挂满了料汁。 这样的油菜,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入味。 而且呢,蒜香味十足。 翻炒。 美味的蒜香油菜就做好了。 装盘就可以上桌了。 油菜像我这么做,味道浑厚,蒜香味十足。 朋友们,视频都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 麻烦您伸出您发财的小手, 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,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关注老洋美食, 让您天天做好菜。